作為當然校董 我已經經歷了超過十年的時間 在法團校董會裏面的工作 在當中我們都經歷了很多的變化 不過那個支援和多角度的思考 我相信一定是對整個法團校董會 學生的學習和學校有幫助和益處 作為校長也是當然的校董 在校董會裏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如何將專業領導的精神 放在學與教的範疇裏面 校長的專業領導的角色很明顯 除了要了解各方面的持份者的意見 我們就要將這些不同的持份者的意見 怎樣來整合 怎樣來做一個平衡 來帶到校董會裏面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要將一些 最新的教學的理念 來帶給校董會知道 來將這些理念或教學的方式模式 那個利弊所需要的資源 心意之務究竟校董會整體 可以怎樣支援我們老師的教學工作 我想這些都是作為校長 想當然校董的雜務旁派工作 我想作為校長怎樣去建立一個持續學習的文化 這個一定是對學與教有一個很深遠的影響 校長固然要以身作則 是一些新的教學的理念 或者一些新的學習的模式方面 自己都應該去嘗試 如果我們將這個文化建立在校園裏面 而校董會又能夠察覺到 持續學習的重要性 給予不同的資源 老師亦都將他專業的知識 怎樣將這些知識的內容 轉化性日常可行的教學的模式 或者策略 這樣就能夠一定幫助到大家 最後我都相信作為校長 也都應該成為一個的橋樑 將大家不同的期望 和大家對於學習的一些困難 來反映校董會的成員 當知道這些情況 他們也都自然會想一些辦法 怎樣來支持老師 怎樣來支援學生的學習 我想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些事情 一定對學校整體的學習文化 會帶到積極和正面的作用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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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